主内弟兄姐妹们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常与我们同在 看顾保守我们 但愿神的爱大大的 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 好让我们应着神的爱 我们也可以更深地爱主 更喜爱祂的话语 并且可慕来亲近祂 还没思想上帝的话之前 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祷告 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祢的爱吸引了我们 主我们能爱祢 可慕亲近祢 看祢的话语为宝贵 胜过金银宝石 恳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明白祢的话语 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 实行祢的话 荣耀祢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阿们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上帝的方式而非人意 经文取自于立位记第二章 首先我们看几节经文 我们先看第一支四节 若有人献数据为公母给耶和华 要用细面交上油 加上乳香 带到雅林子孙 做祭司的那里 祭司就要从细面中 取出一把来 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 烧在坛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数据所剩的 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 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 为至圣的 若用炉中烤的物为数据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 或是抹油的无效果笔 接下来我们再看 十一节至十三节 凡献给耶和华的数据 都不可有效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 一点蜜 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 作为出疏的物物 只是不可在坛上 凡献为新香的祭 凡献为数据的公物 都要用盐调和 在数据上 不可缺了你神蜜月的盐 一切的公物都要配盐而献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关于数据 数据是作为感恩祭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人可以献上细面 或者使用细面做的 无销饼成为数据 什么是细面 细面比普通的面粉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比普通的面粉更加上好 细面是最好 最柔滑最柔软的面粉 今天我们若到市场去买面粉 我们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种类 不同品牌的面粉 有些面粉价格比较便宜 得的价格比较贵 那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 便宜的面粉和贵的面粉一定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贵的面粉用的材料 它的原料一定是比较上等的 并且他们也用更好的方法去制作这面粉 那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 接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要献上数据 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生活 当他们要献上数据 他们要献上细面的时候 他们不是到市场去买的 而是他们要自己做出真面粉 并且他们要献上的不是普通的面粉 耶和华吩咐他们要献上的是细面 因此他们要显出最好的脉力 把好的脉力磨成粉 若要磨成细面 需要下功夫 需要更多的时间 精神 力量 才能做出上好的细面 同样的 若他们要献上无效细面饼为数据 他们需要使用细面 很仔细的去做 用心的去做出上好的无效细面饼 献给耶和华 接着这数据 耶和华要教导以色列人 服侍上帝的心 因为上帝看中的不是细面 也不是饼 而是当他们做这细面 做饼的时候 那个过程和方式 接着这些过程和方式 神看透以色列人服侍上帝的心态 那今天我们不再献数祭 为我们的感恩祭 但我们已经领受了 神伟大的爱与恩典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 我们已经被赎回了 那今天我们可以拜什么 献给耶和华 成为我们的感恩祭呢 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是将身体献上 这身体指着的 不但只是我们的肉体 而是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要晓得 我们不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主人 我们完全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我们以仲价买回来的 以耶稣基督宝血 输回来的 所以我们不再是我们身体的主人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一生 是属于主耶稣的 因此在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服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三十一节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神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 无论是大事 无论是小事 无论是在家庭服侍家人 无论是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在工作上 在学习上 神要我们在做这一切的 是为了荣耀祂的名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也提醒我们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在我们为主做的每一件事 神看的不是我们的效果 或者成就或者结果 而是神要看透我们的心 我们以怎么样的心态 来为主而做 是否我们是为自己 的成就去做 或者我们为了得到 别人的赞赏 或者我们是 诚心诚意的 为主而做 来荣耀神的名 接下来我们看 耶和华也吩咐以色列人 当他们献数据的时候 不可有效 因为效在圣经中 有负面的含义 耶稣使用效 来形容法利塞人 虚伪的教导 保罗使用面效 来形容罪恶 面效 有发酵的作用 使面团发起来 同样的罪 在我们的生命中 也能扩大 因此 破坏我们的生命 神要当我们 献我们的一生的时候 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好让我们可以清洁的心 来献我们每个自己 成为新香的祭 接下来 神也吩咐以色列人 当他们献数据的时候 不可使用蜜 因为蜜糖 在当时的 以色列人的时代 被使用 来献祭给外邦的事 那耶和华也吩咐以色列人 当他们献数据的时候 要使用盐来调和 因为盐是以色列人 与上帝立月的乡镇 盐是纯洁的 能避免防腐 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圣月 必须保持纯洁 同样的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被洗尽了 我们是属于神的 神与我们立了新约 借着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宗宝 这是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宝贵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 让我们可以 以纯洁的心来为主而活 在任何事情上 我们可以荣耀神的名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啊 我们非常感谢祢 祢以宗价把我们赎回来 使我们完全属于祢 何等宝贵的恩典 恳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一生地爱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荣耀祢 保我们的一切 献上为新香的祭 讨你的喜悦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祷告 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 让耶稣基督的恩惠 慈爱与平安 昌以我们同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